新年好 转眼就到了2022年了 那希望这一年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那这是新年的第一期视频 我们来说说灯光 那节目开始前还是麻烦大家 把这个签到打在单位上 我们开始 一直以来 我对于我的这个室内拍摄的灯光布置 一直不是很满意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房间太小 那目前的这套房子因为布局的问题 我拍摄节目只能在卧室进行 那么因为尺寸比较小 那所以灯光的空间感就没有这么强烈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添置那种很大的光源设备 那极为苦恼的时候 这个时候洋葱工厂为我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他们的这款吐司灯 那这款灯它没有这个巨大的柔光照 但是它的光线并不会太强烈 色温可以从2800K到10000K 那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这四块遮光板 因为我的四周是白墙 我并不想让光线发散到四周去 那会让整个房间看起来都很亮 那你可以调整这个遮光板的角度 让光线尽可能的只照射在它被拍摄的主体上 那另外它提供了360度全彩的光照效果 那如果你需要除了白黄之外的其他颜色 这款洋葱工厂的这个吐司灯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那当然洋葱工厂所有的产品里都可以通过他们的APP来连接和控制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来操作了 那接下来我来换上这个吐司灯来为大家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有没有花然一新呢 当然背景和墙面我暂时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太好 那等年底搬家后我会好好装修一下我的工作室 说完吐司灯我们来说说快拆板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当你拍摄一些场景的时候需要用到三脚架 这个时候你会把相机固定在三脚架的快拆板上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切换被拍摄的物体 比如说产品拍摄 需要将相机又从三脚架比如说换到滑轨上 这个时候你需要拆掉三脚架提供的快拆板 换上滑轨上的快拆板 这个过程我相信体会过的人都很明白是个什么感觉 不能说复杂 就是很浪费时间 那么我为大家可以推荐一个小东西 就是这个 它是坚果快拆 同样是来自国货的担当品牌洋葱工厂 你可以看到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你可以将上面的快拆板的部分拆下来连接在相机的底部 那同一天拍摄中你就不需要将它从相机下面拆下来了 你可以多备几个坚果快拆 那比如说我背了两个 一个连接在三脚架上面 那一个连接在滑轨上面 而我从此也就不需要将这部分从滑轨或者三脚架上拆下来了 为什么 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你只需要将相机下的这个坚果快拆往下面的底座上一按 它就能固定住 而且咬合力是非常强的 那拆下的话只需要推动这根杠杆就能轻松的取下 那比如说我经常在三脚架和滑轨上来回切换 我就再也不需要更换各种快拆板 那坚果快拆轻松就可以帮我搞定 那拍摄效率是不是大大提升呢 那洋葱工厂真是一家创意十足的公司 我必须说 那么有了好的光源设备再加上一个方便的快拆 相信在你以后的拍摄上会得到更多的便利与帮助 好的 我是静 希望你一键三连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